好,剛剛我們在前面這邊有進場、離場 中間這個叫特效 那進場、離場大家很清楚 進來這一段時間才會有這個效果 離場就是出去才會有這個效果 中間這個叫做什麼 一直做到死為止 就是不斷的做動畫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比如說今天這一個 好,西裝女,我們找西裝女 我把它拉開一點 西裝女在這邊 她現在用手推出來 對不對,做好了 按一下加 你會發現這個效果可能有不一樣 比如說你希望她跳兩下 有沒有,還是有這個什麼裂痕啊 還是有那個 我看一下,有什麼炫光的啊 螢火蟲的啊 好,我假設用這個 這個好了 發光的好了 好,確定 欸,這裡也有欸 確定 好,現在呢,你看一下 她只要在這個範圍 有沒有,就一直在發光 對不對 一直在發光 一直發光到什麼 超過這個時間為止 所以,這樣子我拉長拉長 有沒有跟剛剛是不太一樣的 好,但是因為她這個發光的是有一定的時間啊 我換一個好了 我就用光圈 還是彈跳 來,試看看 你看這樣彈跳 跳一下 跳一下 有沒有一直在跳 現在因為鏡頭有變化了 所以你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這樣有看到她在跳對不對 也就是說,你只要在這個範圍裡面 她就做你剛剛的那個特效 一直做 repeat,repeat一直做 不像我們進場跟離場 她是只有什麼 做一次而已 這樣你比較清楚什麼叫做特效了 中間這一塊 我現在只怕各位特效用太多 因為小朋友絕對會用超多 她就覺得 嗯,加加加加,到光劍影裡面都有 她就會想辦法把它加進來 好,ok